基本上没有名字就好了 克制法 那当然你用Google表单 云端的应用其实非常重要 以后如果你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Google的云端硬碟的表单 所以你在云端硬碟里面会有个表单功能 那这个表单其实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去设计好 你只要大概几个主要的问题 这个它的副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说明 第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你的名字 那我这边基本上就是利用它里面的几个元件 如果是单行就简答 多行就段落 就是说一些详细的 然后单行跟何 单行单选就是单选题 只有比如说三选一 然后何选就是复选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再让它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一个结果 可以再缩短网址 所以做完之后呢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再把这个有个预览 预览按下去 这个就是你们刚刚输入的这个网址 但是它这个网址的缺点就是说太长了 那我可以配合一个叫GOO.GL 但不一定缩短网址不见得只有这个GOO.GL 那我是利用它把它贴上之后SHOOTEN 但是前提记得你一定要登录Google账号 所以你使用这些东西完全是免费的 而且它的SERVER基本上 我觉得稳定性也蛮好的 速度上面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使用这些资源已经 大概应该有至少五到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其实对它还蛮熟悉的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你可以按个SHOOTEN 它除了说可以帮你说短网址之外 它还可以怎么样呢 帮你产生一个QR Code 这个就是说短的网址 然后这边有个QR Code 你可以把这个QR Code按右键复制 或者是说贴到什么地方 那到时候让那个行动装置 它也可以少一下 那很多地方就可以这样做了 处理完之后马上就会帮我们把结果怎么样 放到云端上面的试算表 那这个资料如果说将来呢 你觉得放云端 你处理起来不方便的话 它还提供一个叫档案里面的下载 成Excel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东西在云端 有点像云端的资料酷 那如果你要把它下载 反正就是下载下来 Excel应该大家都会处理了 那如果说呢 你希望做图表 Excel里面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简单的图表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已经做得相当的贴心了 在表单里面有个叫 显示回复内容摘要 那这个功能就很棒了 你就像你们电脑程度 马上可以有个答案了 OK 一看就知道你们 OK 其实基本上比我想象的 还要来的 稍微在那个 往Label往下一点点 我本来以为你们应该来的应该 都会是进阶的 或者高阶的 所以那我可能步调会再放慢一点点 OK 因为每一期的同学的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会针对同学的程度去做一些上课时候的那个 这个这个 就是一个tempo 一个调整 OK 不过有一位同学是高阶的 那这位同学如果你选这个的话 可能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OK 因为我也有不太可能说 还是要以大多数啦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程度比较好 没关系 我云端上面还有很多其他补充的资料 如果你要做进阶练习的话 很多东西可以让你玩 上面其实还蛮多的 OK 所以其实主要让云端是提供 就是尽量弥评我们上课程度的差异啦 那当然再来就是说看大家比较想要学什么 比如第一个 OK 高阶函数 这个跟我们课程的设计其实完全match的 然后再来是VBA的一些相关制定函数 这个也是OK的 聚集的录制 这个我也会讲到 还有基本函数 大概其实方向都没什么太大的差异啦 另外可能就是说这边VBA的进阶跟表单 这个应该也会讲到 表单设计部分 如果比较多同学有需要 那我们当然就讲一下 那其他可能在往前推进 工作表实际上就是跨工作表 那理论上初期入门班 可能就是通常会在单一个工作表 做一些练习 先从储存格 范围 蓝跟列 这些物件先大家了解 慢慢再跨出去 因为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基本元素嘛 再慢慢跨出去 变工作表 工作表之后再在工作部 OK 那如果你这些都会用的话 基本上你要把也是有自动化 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VBA简单讲起来 反正每个东西都是物件 只要是物件里面 就会有属性跟方法 那顶多就是一个来个事件 这个属性就是它的相关的状态 比如你要取得它的宽 它的高 它的颜色 那些属性 方法就做什么 比如说你要删除 你要增加 你要复制 类似像这些方法 那物件导向的应用 大概不多属性跟方法 无论你是Basic 或者是你是Java 大概其实这些都会 有一样的类似的观念 那顶多就是事件 事件是什么 就是当你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点了按钮一下 点按钮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事件 就是Click的事件 OK 那Click事件之后呢 点它一下 它要做什么事 你必须要给它 自己撰写一个程序 去让它去执行 那这些观念 大家后面会再提到 不过可能我们按部 就要慢慢慢慢 逐步的来看 OK 那当然我讲过了 所以工作表 可能会讲到 但是不会讲 大量的工作表 不过往后 如果你要处理大量资料 比如说从网路上来的资料 一定会 这个页面放在工作表 自动在下个页面 再放在下一个工作表 如果你有1000个页面 自动全部都放1000个工作表 对不对 那可是就是 这个可能就比较进阶的应用 不过基本上都是从 单一个工作表衍生出去的 所以如果你观念清楚 你在往后面学习 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逐步逐步 如果你有工作表的概念之后 慢慢就可以工作部了 什么叫工作部 也是有档案吗 比如说你像常遇到就是 你有1000个工作表 如果你希望变成1000个 也是有档案 对怎么做 对不对 如果可以都按按钮 哇 全部就出去了 对不对 感觉哇 感觉很棒 然后呢 同学就会想说 那可不可以把1000个合并变一个 对不对 其实不止1000啊 反正你要几个就 你只会看到画面一直在动作 它全部合并起来 OK 那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来源 你可以从网路来 或者你从资料库来 或者从ERP 汇出的只是档案来 反正只要是外部资料 进来就是透过Essail帮你去处理 处理完之后 你可以再看你要做什么样后续处理 自动处理完 或者甚至加一些格式 然后输出 列印出去变报表 看你要列印 或者是说你要输出的PDF单 那其实都不是问题 而且这些工作上都已经 经常性在使用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 甚至我的部落格里面 也有相关文章在分享这些 OK 还有YouTube上面还有很多影片 所以我发现 什么时候会 我观看次数最高的时段 就是你们开始上班的时段 我就很纳烦了 而且我部落格观看的时间就刚好完全符合你们上下班的时间 真的我看那个分析器 因为那个Google都会分析那个比如说我YouTube观看的时间 哪个时段多哪个时段少 还有部落格 我就刚开始我就不太理解这到底什么状况 后来大概慢慢可以理解 原来很多上班族 其实你想要找答案找到可能就会看我的东西 习惯久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 OK 就也许 那当然我也是感觉我好像做善事一样 也不错啦 OK 而且最妙的就是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刚好观看是不是变少 那就蛮明显 非常非常明显 OK 所以我就慢慢可以抓到说 其实我的族群大概是在哪里 所以我慢慢发现说我做这些事情 到底谁获益最多啦 OK 那再来的话为什么来上这些课 自我成长跟业务需求其实占最多 OK 那当然也可以理解啦 OK 其他的话就email信箱 好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完成 那你会发现 刚刚提过啦 从那个Google表单 再到Google的试算表 再到统计结果 其实你会发现 真的 对方法对的 很多事情就非常的简单 而且 感觉 就是马上可以知道一些 我想知道的讯息 好 不然以前要怎么做 对不对 以前要做这件事 你要花多少时间 但是如果你方法对了 而且配合一些行动装置 QR Code 扫一下嘛 反正你没时间没关系 你会 你手机拿出来 扫一下就好了嘛 回去慢慢填 送出就好了 对不对 OK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 因为再来我们就开始来上课了 所以待会的资料 包含就是讲义 还有就是范例 跟补充资料 全部都在这个网址 所以请各位 这个网址 务必要记下来 也许你可以写在你的笔记本 因为下一次上课还是会用到这个 那回家呢 要下载 比如说你今天没有带随声碟 你要下载档案 回家怎么办 没关系 打这个连接 回家也可以继续练习 OK 那里面有哪些东西呢 大概看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Google的云端硬碟 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 假如你没登录 看到的画面跟有登录的是不太一样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Google的东西 请注意 不要用IE 为什么 因为IE浏览器 跟它有点相容性问题 要不然你可能要更新成为 IE至少10以上 10亿以上的版本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是还没更新 是8的 所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到时候请各位用那个是 就是 Chrome Chrome浏览器 OK 然后把这个输入 这个网址 记得一样有大小写问题 OK 那我 其实我为了给各位方便 所以尽可能找一个那个网址里面 全部都小写的 而且比较好记的 OK 那这个是怎么挑的 其实这个也有一点 给我的用心 为什么 因为像刚刚这个网址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它缩短 你会发现它缩短之后的网址 其实有的时候都不是很好 对 对 那你怎么可以少到一个更好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直shooting就好了 然后呢 shooting完之后 你再挑一个 因为它可以把不要的东西给删掉 不过它不叫deleted 它叫high 就是 所以我就是一直去 大概挑个10个吧 从里面挑一个最好的 这样子 然后给人家也比较好记 不然有时候给不好记的 常常输入硕误就产生问题 OK 所以这个也蛮好用的 它主要就两个功能 第一个缩短网址 给一般的那个PC 就是电脑上使用 第二个产生QR Code 给行动装置使用 因为如果给个网址 行动装置要输入也不方便 因为打那个字那么小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让我们把这个网址给输入了 这个 刚刚这个 goo.go的这一个 那记得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登录Google账号 可能看到的画面 有点不太一样 那因为我这个画面 我自己本身是有登录了 所以 登录的 因为我登录哦 OK 所以看到长这样子 如果没登录 看到可能是 有点像网页式的 那里面请各位 再了解一下 大概几个 第一个范例档 第二个讲义 还有未来有云端画面 还有参考用处等等 我会放在这边 那档案 范例档 等一下请各位 把它下载 那下载的方式 记得它是压缩档 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跟云端一点不熟的话 记得下载不用再点它 请特别注意 右上角 有一个箭头 就是这里 OK 你可以直接点它 就下载了 下载之后呢 它会帮我们下载 如果你是用 那个 Chrome浏览器的话 它会下载到下方 那一般的习惯是 再点选它旁边的箭头 你可以在 撕料夹中显示 但你可以放在 它会下载在 download 那如果说你把它解压缩档之后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 或者你的随身碟 那里面的话就会有 我们将来上课会用到的 所有的范例档 那我是把它区分成 五类的最常用的 ecell函数来解说 后面再来就是一些 比较综合性的类型题 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先把那个范例档先下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的讲义在哪里 讲义的话基本上你把它上一页 再上一页 这边的话就那个讲义了 那我有把那个上课用到的讲义要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需要也可以把它下载 或者是说你直接在云端上看也可以 那刚刚看到的画面这边都有了 所以你其实不用抄这边都有 相关的东西 包含就是参考用书 有没有这两本 还有这两本 还有后面可能其他的进阶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上课会用到的一些 比如说相关的答案 这边都有函数的答案 我有帮各位截图 你其实可以参考这个 再来做练习 应该也满足够的 如果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比较习惯看纸本 你可能自己再去做列印的动作 那再来 参考用书这边也有其他的 比较新的 再来就是云端 这个云端白板画面 那这个所谓云端白板画面就是说呢 因为在讲义里面有一些程式 如果你要复制的话 其实讲义没办法复制 因为它PDF档 它是一个 类似图档 那如果说你要看最 第一个就是你能够复制 或者是说 你要能够 看到最新的 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上课会 可以有一些新的更新的话 你可以找 比如说第1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通常里面都会有程式码 你可以把那个程式码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最新的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公式 那我把它截图都放这边 这个是最新的 也可以参考这边 OK 讲义 云端白板 那所谓云端白板 基本上会会有这个云端白板的产生 其实主要是因为 这个白板在太小了 写没几个字就满了 而且现在这插掉就不见了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干脆放云端上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存取之外 也不会有插掉的问题 我想它累积嘛 反正我做完 如果要想要写一点东西 我可以不要写在那里 写在那里倒会插掉 而且写不了几个字又不好写 那在这上面我可以打很多字 如果有一些可能需要补充的 那我直接补充在 叫云端白板上面 这故想其实还蛮好的 我发现我还蛮有创意的 对云端 这我自己创的 所以 不要让其他 其他老师跟进 我想应该也慢慢有 有这样的一个 趋势 OK 这个云端白板就提供给各位 所以大家解释一下 上面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说 未来的那个可能 今天的上课录影 我会寄给你们 可是之后的录影 就因为我没有对它开放 那我可能第一次会寄 之后就不会寄了 但是我会把它贴到这个论坛 那这个论坛 你 如果你要以后还是要看到 影片的话你就自己加入 这个是不对外开放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只要把 那个 最后的那个 连接贴上的话 它会自动转信到你信箱 这样我就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论坛 你需要之后再收到的话 那你就自行再加一下就可以 我会放在这边 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先 把那个翻例档先下载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就继续来 就是按照步骤 所以 往后的 这一个课程 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 把 五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逐一的来做解说 然后 把这些翻例讲完之后 再来就是一些综合的练习题 那当然 不外乎就是 了解 这个Excel的一些 进阶 综合函数的使用方法 那再来就是说 这些函数你会用 但是它的效率还是没办法提升的话 那你希望能够 在解决问题上面 能够更自动化 再来就是VBA OK 这个地方请各位 先 把那个 这个云端 记得这个云端的 网址 往后把它记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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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